赵小乔与了亮佐再婚后 历经艰辛的求子之路 才生下女儿点点宝宝 今月她和老公带着女儿一起去看 目前还是毛培屋的新家 透露购入新房子真的是意外 赵小乔本来打算等女儿准备上小学时 才为她准备自己的房间 没小房子却自己找上门 因此比原定的购房计划提早5年 该屋鉴约60平价值超过3000万 虽然目前只是毛培屋 但她和老公都很享受 从零开始构思自己家的感觉 此外赵小乔透露 现阶段工作量比较大 加上宣传新书行程 需要经常跑到外地 还要照顾女儿 因此不急着装潢工作 打算等找到心仪的设计团队后 再慢慢讨论如何设计 赵小乔笑称 现在女儿比自己还红 走在路上经常是女儿先辈的认出 身为妈妈的她 完全是余有容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